这个日期有点特别是我以前有一个 前女友的那个生日 可是我忘记她的名字了 她有一个蝙蝠再加一个趋势线的支撑 所以她在这边横了多久了 横了一天了嘛 十五到十了 只是一天而已啦 应该在不久的下几天应该会来一遍吧 但以我的多年一百多年的经验 我今天一百三十多岁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抵了这个OP 我去让她过去 来不及 好啦 欢迎回到老铁看到 今天8月17日了 这个日期有点特别是我以前有一个 前女友的那个生日 可是我忘记她的名字了 好啦 我要做什么 讲行情咯 每天做什么 今天心情好 给你们讲十二个 你们的留言这么多 一天讲十个 讲到一辈子讲不完我 我很可怜我 但今天我心情好咯 给你们讲多两个好不好 谢谢你们每次帮我留言跟点赞 然后希望你们天天就继续的点赞留言 然后有些今天我抽不出来的 你们继续留言吧 我明天一定帮你们讲好不好 还有昨天讲浪费我时间的STG 原来是我自己看错那个数据了 所以是临别的问题 没问题 我跟你们道歉 sorry 我浪费你们时间 好啦 开始了 先讲讲Solana Solana昨天我发了一个图 我说她完成了一个蝙蝠 你们看到吗 我就说Solana完成了一个蝙蝠 然后她一直在反转去徘徊着 然后我就画了一个趋势线 我发现她这里这个level真的挺不错的 她有一个蝙蝠 再加一个趋势线的支撑 所以她在这边横了多久了 横了一天了 十五到十了 只是一天而已了 应该在不久的下几天 应该会来一波的 所以Solana我觉得不错 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考虑 你们赚钱我为你们开心 你们亏钱不要来喷我就OK了 你要喷我 你帮你送进小黑屋 看一下BTC 比特币也是接近支撑了 我也不懂这个支撑是不是这样画的 好像昨天晚上就碰到了 这个勉强好像有碰到了 所以我觉得回归了支撑 今天应该会拉盘的 我猜的 然后在这个level附近买比特币 我觉得是OK的 昨天看的时候是2423 然后今天已经 最低去到236237了 这个应该是底了 如果这个不是底的话 那就不是底了 这可受一直不好 所以如果你们看好比特币 你们想要抓一波比特币的小牛 我觉得这个level进场 我觉得可以考虑 比起你前几天 乱乱再高的价格乱追好很多了 OK 这个应会比如果你成功的话 会1比3 1比4有可能的 所以 但是要玩比特币 要玩比特币的做你们好运 可以吃一波上去 应该至少可以去到26000的 OK 这是比特币 以太坊就比较强一点 一直不下来 不懂是不是我去这些画错 看一下 是不是我画错 可能我再连上面一点点 真的不懂怎么画 连这个 反正就是接近了 就在这边附近了 应该 应该跌不到哪里了 这个应该暂时是底了 只是唯一可惜的是RSI没有到达超卖 如果有配到一个RSI超卖的一个信号更加的棒 但没有的话也不一定会失败 OK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底了 然后期待这两天快死快点反弹 我看到以太坊去到2200 2000被 被那个卖家打下来一波 但没事的 我觉得这边又是支撑了 应该要推多一波了 然后有人叫我看辣椒 这个辣椒很强 这个16181902全部被打破了 所以有不懂怎么玩的 有些山寨就是这样玩 他们流动性比较差的 容易给他们拉盘 一拉就不认识父母了 拉到不懂去 拉到去到非洲 去到宇宙 不要吓到如果辣椒在不久的未来 拉到这个差不多3毛钱左右 可是他拉的越猛 他到了这边他跌的话 会有像过山车一样 所以你们注意一下 这个小形态失败了 也不要去理了 错了就错了 止损 然后现在回归支撑 考虑皆多 吃到3毛钱 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只是不懂他会不会下来给你上车 可能哼一下 可能又要上去 这个趋势线很关键 这个是一个长期4小时的趋势线 从这个高12月份花到现在的 所以 应该这一波去到2930应该不难 这个是拉脚 如果形态失败了 就不要再跟他对抗了 代表你的小形态失败 他要上去完成更大的任务 懂吗 DYDS到了我讲的level了 今天也是可以考虑的 我现在目前有两个多单 就是Solana还有LTC 这两个都fool in一点点 然后也不懂今天会不会发财 前几天讲了DYDS走一个加特里 今天好像走完了 应该是两块钱 我记得 618这个C这个下来 然后看一下ABCD的完成价 就在这里附近了 这里就是一个加特里的完成价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上车的话 DYDS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RSI有去到超卖吗 我们看一下 这里应该就是差不多了 这个等下我会考虑 可能最多我开三单 这可能是我的第三单 等他黑线出来 走出来两块零四分 我会考虑 这里最好就是出现一个假突破回来 哎哟就漂亮了 DYDS这一波两块吃到两百块 开玩笑了 我也不懂要吃到哪里了 反正吃一波AD38628 应该不难的 DYDS可以考虑今天不错 还有什么RUN 这个是Kent兄的 Kent兄叫我Kent 这个RUN来到一个支撑了 然后也不懂这里是不是一个反弹区 昨晚插下去回来 这个看起来是不错的 这里有没有ABCD 超越了一点点 反正就是回归支撑了 RSI也是接近低谱了 这个level hold得住的话 应该会从这边反弹的 如果RUN你们要玩的话 你们可以考虑 这里MUSB的心态看一下 是不是走一个886 786190 什么鬼都没有 如果是这个 这个也没有 不懂了 反正就是一个 一小时支撑 来一个假图铺回来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会反弹的 RUN GRT 这个什么鬼 好久没有看了 什么鬼 应该会走形态的 XAB0.5 这个C下来 这个应该还有一些空间 给它下到886 我们再考虑接吧 有些之前跑太多的 它就可能会消炮多一点 有些之前没有什么跑的 它就可能小一点的形态 就开始起飞了 所以这个GRT我觉得有耐心一下 回到119这里再考虑 这边有一个蝙蝠 OK 然后IMX 这个以前我赚过蛮多拨钱的 这个我挺喜欢的 那现在呢 这个也是需要一点时间 XAB618 这一波可能真的还要调一点点 有些山寨会提前跑 它在狗币昨天飞到 不认识父母了 飞到宇宙了 Elon Musk是不是有 Tweet这么鬼 每次都狗币动是跟它有关系的 他妈的 没有什么好事 算了 反正有玩狗币的 有做多的做没有好运 而且做空了 那时跌下来一波 走382 我不懂有没有出一部分 所以每次到达一些目标 这382是部分指引很重要的 这个IMX我觉得需要点时间 给它下来到差不多 90 8990这里 完成加特底 我们再看一波去抄底 OK IMX需要点时间 这个STG昨天我讲的费时间 今天是哪一个 FTX的STG OK 这个 差不多 上次我们是看一半的数据 就一直跌跌 这个数据多一点也是垃圾 这个也是垃圾的 还是垃圾的 你垃圾拿去包装 包装还是垃圾的 这个流动性很差很差的 这种我都懂怎么玩 你看 怎么懂一个必流动性差 你看那个针整天插下插上 揉揉揉一定是不好的东西 这种就是流动性很差 然后如果装机要拉爬 拉到很疯狂的 他要砸盘 都会砸到 不认识父母 真的 所以这个我真的不会分析 不是我不要帮你分析 这个真的是垃圾的 只能看到 这个可能之前的一个支撑 然后可能到了这边来一个 假突破去做多 在这个level 这种不要玩 流动性很差的 除非是人家把这个币送给你 不能自己买这么多币选择 选那些流动性比较好一点的 这种 除非你有内幕 有内幕的话 记得跟老铁讲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我就偷偷买一点 发财我跟你分一点 好不好 所以这个STG 我没有什么看法 就是这样 LTC昨天买的 60多买的 现在61多吧 好像 619了 不错 昨天我讲的LTC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买 但我买了一点 祝我好运 他这边纠结了一两天了 今天开始就用小辣了 有买的 记得点赞留言分享 把我分享给你 身边的朋友 卖菜的阿姨 卖生的姐姐也ok 这个应该要拉了 下一波LTC会去哪里 我也不懂 我们看一下4小时 这个月我是不是终于要赚钱了 我等了17天了 等到我的前女友的一个生日 终于要拉了吗 难道跟我前女友的缘分未尽 ok不要讲那么远 去到60%应该不拿 这边有一个ABCD 之后的是后面再讲了 61次到64也是百分之十多二十的 很不错了 ok LTC有买入的 继续坚持 我觉得会拉一波的 还有什么 FXS 这个什么鬼 这个是垃圾了 可是垃圾回到支撑的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不错 FXS回到支撑了 跟LTC很像 这个可以考虑 RSI到达超卖的 这个我虽然不懂是什么鬼了 但看起来是可以考虑的 ok 0.5 要1.0 对了 到支撑了 要完的话今天就可以出手了 不要等到明天它飞到8块钱 再问我 老体可以进的没有 要么就敢敢果断一点 在底部好的价格就进了 我们控制不了行情 到我们控制了我们的进场价 你进场价这种好的价格 你即使错了也没有很痛的 ok 你等它飞到很远 你再追进去的话 那你会很痛的 应亏比也没有那么好 ok 所以这个FXS 你们自己考虑 祝你们全部发财 发财记得捐一点钱给我 这个月我很穷 我这个月去了泰国 一个月的度假 花了1万多美金 还没有补这个洞 感觉好难受 回来新加坡 又要见这里的女朋友 很累的 ok 这个OP你们关注一下 好像回到支撑了 我不懂会不会走下去 玩生鲨鱼 但以我的多年 100多年的经验 我今天130多岁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底了 这个OP OK 横了很久了 这边测试一次两次 这个OP今天也是看起来不错 感忘了你们去玩 但记得设止损 止损一定要设在 我觉得就是这个底部 136再以下给那些空间 可能130左右 可以赌一把 赚钱的就为你开心 亏钱的就为你祈祷 我今天就做到这了 然后尾端回到家了 有我的吉他了 唱一首难听的歌给你们听 不想听的 现在马上按掉 好了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 好人的距离 因为 闻不到你 清醒 所以知道你陪 怎么长 回头就看到你 过去让它过去 来不及 从头喜欢你 白云转绕着蓝天 哦 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 也至少给我们 怀念的勇气 拥抱的权利 好让你明白 我心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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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